一頭死掉的豬擱淺在金門的沙灘上 防疫人員立即拉起封鎖線 並對豬汁進行消毒 防疫人員全副武裝 小心翼翼的將豬裝進黑色塑膠袋裡頭 帶回檢驗 所有碰過豬汁的人員 手腳都要一一消毒才能離開 我們立即派員實施現場的封鎖及管制 並且通報檢疫單位前來實施處理 那目前檢疫單位已經將豬汁完成一個封存 以及後續的一個運送處理的動作 最近檢疫結果出爐 證實就是非洲豬瘟疫 由於現在不確定這頭死掉的豬 來自中國大陸還是金門 防疫局將進行檢疫仿視 這是一個最新的情境 跟我們原先模擬在國內案例 如果發生以後所採用的SOP是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們提高最高的規格 所以針對在這一個發現 所謂的這一個壁死豬的這一個地方 三公里的所有的去牧場 全部移動管制 金門縣政府已經先對周邊的一家養豬廠 進行檢查 廠內190頭豬都沒有問題 而金門其他68個養豬廠 共有一萬一千頭豬 政府還在調查中 就是要防止疫情持續擴大 記者李軍龍黃玉涵金門報導